骨头社成立于1988年 公司名叫Bones 英文直译就是骨头 社长南亚燕的理念也是公司里面用骨头般的硬骨系 做出最有骨气的动漫 不同于杰涛社单单在量上的高产 每年十步左右 骨头社一年两到三步 低产高品质 原创慢改都能驾驭 有着自家的骨头风范 骨头社是部神作推荐 一 钢之链金术师 播放日期2003年10月 钢之链金术师是很多人的入番之作 神作壮举当年可以说是零差评的高分 其主题区的作品集也荣获日本工信榜周间第一 一 所谓的链金术师就是以等价交换的原则 通过自己对物质的理解 构建这个世界的科学学术 故事随着爱德华与弟弟为了取回失去的东西 踏上寻找闲者之实的旅程 主之间剧情全程高能 随着阴谋一层层的拨拍 爆点接连浮出水面 给我们呈现出了更深层次的世界 细腻的人物刻画 不同角色的相互编织 呈现出令人印象深刻的故事 每个情节都恰到好处 每位人物都有各自的故事 生死之间 真情之实 没有牺牲就什么都得不到 也有着一定的道理 动漫里的种种都蕴含着理 引人深思 希望和绝望中 愿我们都能有钢铁般的意志 勇往直前 二 黑之契约者 播放日期 2007年4月 某日 东京突然出现了一项 无法解析的领域地狱门 在那里 有着人们从未见过 并持有着超能力的来访者 人们称这些来访者为契约者 他们有的失去心智 甚至会残酷地杀害人类 作品主要围绕黑的过往和感情经历 作为导火所展开契约者和人类之间的战争 第一期中主要以单元剧为主 无数的分线交织出主线 黑对白的爱 琥珀对黑的爱 黑熟从冷酷无情到温柔善良 或许总有一天这虚假的星空会被人撕碎 三 未来都市 No 0.6 播放时间 2011年7月 故事舞台是一个与2013年的未来都市 No 0.6 这是一个没有犯罪 没有灾害 也没有疾病的未来都市 男主角子院是享受最高的权力 及拥有最佳的教育环境和生活的人 在她12岁生日遇上了不同境遇的老鼠 子院也随即因窝藏逃犯被贬为最低下的市民 再度重逢 子院正在生死之间徘徊着 作品的主角是两位男生 彼此之间的羁绊和情谊让人触动 大雨滂沱的夜晚 少年遇见了少年 背后一吻 画上句号 这过命的情谊或者说是爱情 让人印象深刻 鼠愿一声推 期待老鼠终于誓约之吻归来再见 四野良神 播放时间 2014年1月 在此岸和彼岸的交界 有这么一群神奇的存在 他们是神明和服侍他们的死灵 主角夜斗和普通女高中生相识 没有神社供奉缺少香火的神明夜斗 为五元折腰 从事斩腰除魔 维修物件的工作 而他也有着斩断交界之间生物的能力 一共两部 第一部讲述了夜斗和五神痴女的恩怨 第二部更注重体现夜斗和血影 日和的羁绊 故事分为血鹰片 银泵片 皮上门片 会比授片 炫酷精致的打斗和优秀 不俗套的角色 威胁幽默又情感十足的剧情 让野良神在15年成为季度热番 信徒在此 良神精品 五幻界战线 播放日期 2015年4月 纽约崩坏后 一夜之间便架构成了名为 赫尔沙雷姆兹罗特的城市 在联系着异世界与现世界的这个魔兜里 有个为了保持世界的平衡 而在暗地里非常活跃的组织 秘密结设 莱布拉 少年雷欧纳伍德 沃奇在一连串的巧合下加入了莱布拉 他身上所隐藏的秘密开始了一系列故事 作为一部漠视背景的日常翻 大量的出现的回忆和日常故事中体现出的温柔 欣慰或自责让这个漠视多了很多色彩 时间穿插线索交织 碎片画艺术感的场景 也是作品题材的表现亮点 外表某男性内心可爱的老板 性生活混乱的扎布 性格随心的狼女 社团中每个人都生动 逆世界崩坏的城市下 每个人都在认真的生存下去 六 赤法白雪姬播放日期 2015年7月 天生拥有一头如红苹果般美丽法色的少女白雪 被恶名昭彰的垃圾王子看上 打算强行纳他为爱妾 困扰得他离家诸走 离开自己的国家 在逃到邻国克拉利涅斯的森林时 白雪遇到了偷偷出城游玩的克拉利涅斯王国第二王子 千 在与千成了朋友 并知道了他的真实身份后 白雪决定在克拉利涅斯王国留下来 并决心以自己的力量成为千的助力 本番是一部少女漫 不同于常规少女漫傻白甜的特色 女主极具特色 是一位勇敢独立 温柔知性的公主 男主是位文武双全 爱国爱民的王子 因为双方的优秀 两人的爱情也被称为清清淡淡 甜而不腻 两人相互协助 相互陪伴守护 也让本番温馨掠甜 对于本番的评价 只能说狗粮爱好者紧及时查收 7 我的英雄学院 播放时间 2016年4月 在个性的背景下 拥有个性就拥有力量 有些正义 有些邪恶 无个性的吊车为绿谷在成为英雄的目标的路上 认识了自己的老师和伙伴 大家都在为了正义而战 围绕正义的one for all和谐的all for one展开的一些故事 明明只是个没有个性的普通人 偏偏又是危险中站出来的那位 这份决心打动了和平象征 欧尔迈特 Hero的定义也是 胆怯又勇敢 执念危险保护他人 虽然英雄题材的动漫有很多 但是这样一个以普通人的视角来讲述这个世界就有些别出心裁了 染点泪点恰到好处 打斗时放手一搏 难过可以吐露真情 闲仙很棒 让人看得酣畅淋漓 那句已经没事了 因为我来了真的是欧淑独有的魅力语录 因为绿谷的坚持不懈而感动 因为欧尔迈特的日落西山而感慨 因为抱豪的华丽个性而惊叹 作为英雄而战的每个人都是主角 哪里有什么轻松 只不过是有人代替我们负重前行罢了 8.文豪野犬 播放日期 2016年4月 中岛敦被赶出孤儿院 极家饿死在横冰时 遇到了投合自尽的太宰志 敦声称自己一直被猛虎追赶 太宰便现机让其协助武装侦探射找寻石人虎 最终 石人虎的真面目令人咋舌 而且此事件的背后竟然隐藏着巨大的阴谋 文豪门的异能力之战 即将打响 在剧情和能力设定上具有极大的特色 将日本文豪门变成漫画主人公 底下名作化为强大的异能力 有着很大的卖点 文豪之间的异能战斗作为卖点不失风度 又当显底蕴 动漫中不同于以往的斗争皮财 整部番没有绝对的正派反派之分 立场利益不同 就会有合作或者敌对关系 让人心生爱慕的文豪们的故事 真的是文豪野犬群圆可爱 这是一部令人深思的哲理番 看后会有所感悟 让我们为文豪野犬干杯 90能百分百 播放日期2016年7月 看似平凡却有着超能力的学生 尹山茂夫 不想让超能力失控 想着平凡的路过每一天 随着各种麻烦的朱建 在老师弟弟不良团伙的影响下 茂夫逐渐学会使用力量 并逐渐成长 朱子旺老师的作品 与一拳超人不同的是 灵能的主角懵懂迷茫 一拳的主角自信且自知 比较吸引人的是作品体现的矛盾 这种矛盾也让人物特点更加鲜明 角色身份的冲突 普通初中生与超能力少年 人物性格的冲突 单纯直率与孤独自卑 想要平凡却又因能力不能平凡 这种矛盾也让人物特点更加鲜明 整部剧也是大有群圆小天使的节奏 诗将腹黑却温满 一步步开倒着茂夫 肉摆不努力帮助茂夫变得更优秀 肉体 茂夫遇到麻烦迎面而上 能感受到的到 往好的一面去改善的时候 周围人的鼓励和帮助都有着很大的意义 愿看不清自己 慢慢成长的茂夫 能成为自己想变成的人 10.Caroline Tuesday 播放时间 2019年4月